看这个半夏散 那我们刚刚讲到甘草汤跟甘吉汤 都是用生甘草 是不是 生甘草 那生甘草是消炎的东西嘛 是不是 但是呢 等到之后面这个半夏散啊 半夏汤 它又用回制甘草了 那这个用回制甘草的意义就是说呀 制甘草跟里头的贵枝 形成贵枝甘草结构 那贵枝甘草结构是干嘛的 是通洋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汤很明显的就是 要用贵枝甘草结构 就好像这个 邪热利用贵枝里中汤一样 对不对 就贵枝甘草结构是要 把这个血脉通上来的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猜测啊 一般说的这个 一般说的这个 含邪竖柱喉咙这个说法 还是有意义的 那古时候的话 江湖的称呼 称为称这种喉咙 叫做蝉喉风 就是蝉住喉咙的风啊 就受了风寒以后 整个喉咙塞住一样那种痛啊 那所以呢 他说 邪婴病 烟中痛 脉反伏者 那这个 我刚刚有讲说 或者是邪婴病 刚感染 或者是已经打到最后 已经推回表了 那那个脉都会变伏的 那这种时候 身体怕冷啦 发热霧寒的症状也可能一起有的 那有这种状况的时候 诶 那这个正邪相抗的界面 已经很靠外面了 对不对 那你就用柜枝干草帮忙一下 推一下 然后半下把那些脏的那些弹液 把它抽掉 那这个喉咙就很容易好啊 所以这也是临床上有用的方子啊 就是开喉咙 所以你看看 我们后代的人用方啊 就是处理喉咙的时候 他通常都是用那个 清热消炎的药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重点 你看中警方就会发现 其实喉咙的重点 好像不在于清热消炎 就是第一个 要把能量通进去 就是邪婴病本身要治好 那第二个 要把他的塞住 那个脏东西拔除 对不对 要挤掉 要用半下把它拔掉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做到了之后 人类的身体 就会有很好的自我疗愈能力 对不对 就会自己长起来 那清热消炎的时候呢 你用那些含药 反而这个喉咙啊 更加的不通 脏东西更加的塞在里面 那这样子就没完没了了啊 那这样 就是这样的 像 所以像后代的人 就是大家等到后来 用惯了后世方之后啊 回头看这个 半下贵枝 治干草三味药 问你治什么 我想做梦都想不到 是治喉咙痛啊 这个 那他的这个做法呢 我想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 申半下子很厉害 所以他做法是什么 就是三味药都磨成粉啊 然后拿个一两公克 和在稀饭里头吞 那大家听到 申半下这样吞 好像没有人敢吃啊 就是 所以这个方式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都不太用 但实际上效果是不错的啊 就是 那么 那这种 古时候说的这个 禅喉风啊 我想 跟同学在讲这种 什么受风寒 吹冷风 这个过程是因为啊 其实单以症状来讲 跟温病学派说的 那种阴虚喉咙痛很像 所以你要问一下 整个得病的过程 比较能够抓得出来 那当然 然后呢 呃 半下呢 被水烫过的话呢 我觉得 半下 因为这个药啊 煮得久了呢 那个半下又 又不是那么有效 所以 我们目前为止 好像 临床上抓一个 大概的平衡点 这样弄紧 他是说 如果你不能用伞的人啊 就就用这个 煮水嘛 因为煮水之后 一定会比伞 要温和一点点 那这个不能扶伞者 恐怕有人 就吃了半下很怕了啊 那就会说 哦 我不能吃半下啊 那这样子 那就 呃 要用水煮 那么我觉得 现在呢 我们也不用 也不一定要磨伞 但是如果你 如果真的磨伞 也不是那么难搞 因为其实 甘草本身 也会解半下毒的 如果你这个伞 已经先磨好了 放下里面 放两个礼拜 其实那半下也不毒了 只要你是用 烫过的半下 那这个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汤济 这个汤济 你也不用特别抹粉了啦 就 桂枝 深半下啊 洗过的深半下 跟这个 炙干草呢 各给它放三浅 然后呢 再加十片姜 啊 因为有姜煮在的时候 半下就毒就容易分解 那你用凉碗水煮一煮 那凉碗水煮它啊 煮到滚 对不对 你就看个 看个钟 就差不多滚三分钟 像泡面一样 就关火就用了 啊 差不多这个时间点的效果 是很好的 那 那我们这样就把这个 哨音病啊 这个治疗喉咙痛的这个 四组的六个方 介绍完了 同学就是这辨证点都要分得很清楚啊 临床的时候 遇到的时候要 好好地给它开下去 不要开错了 那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这个 白通汤啊 跟白通加 猪胆之汤 那这个 白通汤啊 跟四逆汤啊 跟什么通麦四逆汤啊 都是生父子 纪 那 麻复心 麻复干 真五跟 父子汤 都是泡腹子剂 那么 泡腹子剂 是以补阳气为主的方 生父子剂 是以破阴寒为主的方 但是呢 即使是以破阴寒为主啊 生父加了甘草之后 还是会有温氧阳气的效果 那么 当它有甘草的时候 这个药效呢 会很绵长啊 就是 慢慢慢慢 让那个身体 一直得到这个暖 那如果没有甘草的时候 这个药效 就会一下过去了 那药效是一下就过去的时候呢 相对来讲啊 生父子剂在没有放甘草的时候呢 这个 甘姜的量也会放得比较少 因为 如果你甘姜放多了 那个药效一下子就过去的 那个时候 甘姜的药性会太热 所以 所以 当你看到甘姜放少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个药效是比较短的 那这个 那这个白通汤 因为是没有甘草的方 所以呢 它的这个 甘姜 就自然就会比四溺汤要少 这是基本的一个规律 那么 白通汤呢 至少因下利 四溺汤也至少因下利 甘姜汤也至少因下利 所以这个 辩证点 我们要把它们掰得开一点 那么 我觉得 古时候 白通汤 它的主要的治疗的东西是 少因病下利的时候 它的脉啊 虚到几乎拔不到了 就是 当这个人的脉 虚到几乎没有的时候呢 是要用这个 白通汤的 那当然 有的时候没有卖 也可以用到通卖四溺汤啊 这个 用药的路数是有它类似的地方的 那 可能有人会问说 哎 你讲这个当归四溺汤也是卖细欲绝 那白通汤也是卖细欲绝 怎么分啊 我说这个还不简单 当归四溺汤主证不是下利啊 对不对 就是当归四溺汤的 肚子的病啊 常常遇到的反而是腹部 小腹的侧面脏气之类的感觉 那个跟下利没有关系嘛 所以同样是卖几乎拔不到的话 这个还是掰得开的 那么 张仲景的书里头呢 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戴阳 就是戴帽子的戴 就是当一个人体内阴寒太重的时候 阳气会外脱 那张仲景基本上制戴阳的方子是通卖四溺汤 可是呢 后代啊 郑清安郑火神在写那个什么书的时候呀 就写说制戴阳用白通汤 因为白通汤把阳气引下来破阴的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郑火神会用白通汤制戴阳 但是临床上面呢 你要治戴阳病 我还是建议用通卖四溺汤 不是用白通汤 因为没有干草的方子啊 它这个药性来了又去了 它这个阳气你压下来一下 等一下又弹回来了 所以没有什么意思 而且你要说 能够把阳气压下来的药是葱白 那白通汤的葱白是四根 通卖四溺汤是九根 哪一个比较厉害 那当然是通卖四溺汤比较厉害 所以就是说 并不需要用白通汤去取代通卖四溺汤的这个疗效 如果遇到阳阳的时候 就老老实实的用通卖四溺就可以了 那白通汤主要针对的就是下力无脉这件事情 当然十一之三十五条讲的不清不楚 但他马上就在十一之三十五条给他补充了 那么你想想看 一个人在下力的同时 他的这个脉已经快要没有了 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在脱阳状态了 元气都已经要跑掉了 那么他就说你呢 就先给他用白通汤 那白通汤就是呢 葱白干浆生富子 那像四溺汤有干草 它是有一点培补 就是培养阳气去驱寒 那白通汤没有干草 它就直接破阴 就是把这个阴打破之后 让阳气有加可归 那这个时候呢 葱这个东西也是通内通外的嘛 对不对 从上葱到下啊 所以用了这个葱白的话呢 这个阳气就比较能够压下来 所以像这个葱白干浆结构的话 如果以今天来讲 就是什么女人的什么子宫后驱那种病 就是用葱白干浆结构 那就是戒白通汤的法 因为白通汤可以把阳气压下来 所以对于这个下胶病 有些帮忙 那当然如果你要用西医药理学来讲的话 葱白是扩张肺部微血管的药了 所以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人会亡阳 就是身体里面缺阳嘛 那你的肺部微血管扩张 身体吸得到阳 这个心脏衰竭 肾脏衰竭就可以挽回一下 那这是葱白的用途了 那至于说葱能不能发表呢 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说 有的人在处理伤寒学的时候 就会说白通汤用葱白 会不会是 有点像是古时候那个感冒 用葱屎汤 就葱白豆屎汤 那个发表的法 就是这个感冒 会不会是太阳内线哨音的 这个什么什么 所以像葱白把它推回去 有这样一个说法 可是我觉得从白通汤到白通家人尿煮胆汁汤来讲的话 其实都已经主要在处理的是亡阳了 这个表鞋内线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要在不考虑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就参考而已 不要这个就不用特别在管它 那那个汤呢是煮得很浓的 而且煮得很快 三碗水煮一碗水再去渣 所以剩下只有半碗了 那半碗再分两次喝 每次只有两口了 就是这样子浓而快煮的汤 就是要赶快把这个阳气压下去的一个方 他说你喝了白通汤之后呢 力不止绝腻无脉 甘恶凡者 他说有的人啊吃了白通汤之后啊 拉肚子照拉 就他下胶的阴还没有破 然后呢脉没有出来 代表你那个阳气没有回到他的正路去 那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办 那就必须用其他东西来引 这个白通汤的阳气把它引进去 那引药的方法就是要加一些难吃的东西了 就需要加人尿跟猪胆汁 那这个颂本是没有写人尿了 不过呢 这个桂林本写说加半碗人尿 跟十分之一碗猪胆汁 十分之一碗差不多一汤匙 看起来就很有效的样子 这个 如果我们用说人尿跟猪胆汁 这两个药它的效果在哪 其实我们当初扬名病用猪胆汁倒 就已经搞不清楚状况了 我们就已经不太确定猪胆汁在干什么了 但是呢猪胆汁其实也有可能是真的能够帮人类解毒 你说人类的胆汁进入人体在帮什么忙 我们说不定猪胆汁有一点类似性了 那像是从几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有人说呢 胆汁跟人尿都是动物体内的代谢物 所以呢 这个对于人的那个身体的液体的损失 就是一直拉一直拉人脑脱水的状态 你加人尿跟猪胆汁 这个水特别容易被吸收 所以治疗脱水是特别强的药 这是一说 一说 然后因为这种东西里面有一大堆那些化学物质 我说那些八道意思就是我不懂了 这个化学物质 它也是有那种平衡自律神经的效果 那自律神经的平衡对于阴症是很重要的东西 那这是一点 那中医学里面呢 最一般的说法是说 这是用来骗药的 就是说 这个药呢 因为它是热药 身体里面阴寒很多 对不对 他们阴寒这一国 不要热药进来 所以你必须要加一些又寒又苦的东西下去 让他就觉得 这是同类 那请进来 然后进来以后把他热死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的过程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骗药的方法 那像到了父亲主医学 就会比较不用那个什么人尿猪胆汁啊 就是用这个 拜酱草啦 也是苦苦寒寒的 然后呢 再把汤放的凉凉的 冰冰的喝啊 这样子来骗过去 可是呢 我就说 人尿跟猪胆汁的力道之好 就是因为 人尿跟猪胆汁都是那种动物体内的那种东西 就是 它是专门用来抗格局的 你知道 那这个植物药的那个含药跟人尿猪胆汁还是差一个层级了 那你 这个 然后呢 这个 我们有中国人的说法 也有说啊 这个 尿这个东西是已经跑到膀胱的水 对不对 所以你从头喝下去 它赶快就往膀胱转 所以会把那个热饮下去啊 那这个 那猪胆汁呢 胆气是少阳生发的 所以呢 他们说什么 有油派说法是 尿让阳气下的来 胆气让 胆让阳气上的去 让这个上下之痒 能够重新抓住啊 就是 交通上下之痒 就是补充 葱白的力道的不够的地方 这种说法也有 那这个 当然我们讲到说是 人尿猪胆 都是放在身体里面 也不会把人含到的东西 所以用来反左热药是最适合的 因为它对人体的阳气几乎没有伤害 那 还有一个就是 传说中的一案啊 好像是刘渡舟讲的 沉门雪一案的样子 就是说 说是有一次呢 这个沉门雪啊 治疗这个吃螃蟹中毒的一群人 那 螃蟹的那个毒是比较失寒的吧 不知道什么毒啊 那反正吃坏的就是 腹瀉不止 手足绝冷 那就用这个 白通加猪胆汁汤来治 结果呢 说是有用猪胆汁的全都救活了 没有用猪胆汁的都死了 那所以这猪胆汁是解毒还是抗脱水 很难说 但是就是在食物中毒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症型也可以遭用 所以我觉得人家说重颈方治万病 这个话就是不假啊 就是人的身体处在这个状态就用这个方啊 你这个不需要讨论那么细部的这个病机 那如果我们要再说说人尿最为要的话啊 明依别录讲说治寒热 人尿的好就是他喷酱火可是不伤元气 那另外就是他说治头疼 那古方啊那个桃红井的方倒是真的有啊 就是说他这个人尿啊 他是喝下去 就是说头痛刚开始发作 一直喝人尿头疼就会好 他说温气同难者有凉啊 这个就是说是小孩子 对不对 吃的比较干净的 那小孩子如果每天吃麦当劳 那个尿你想不想要 这个就是就是这个不知道啊 他就说通常想尿出来的时候是那个 就像他喝多点水啊 比较干净 尿出来刚尿出来那一段是比较颜色深的 是不要 那你接中间那一段这样子 那这个 人尿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刚刚说到啊 其实我们说血肉有情之品啊 就是人自备的药那都是一流的啊 像人尿是在商科来讲的话 如果你要说制风师什么关节炎 对不对 你拿草啊 烧灰 那把草烧成的灰啊 或热的人尿就往关节上敷啊 那敷一个晚上就好很多了 那当然是古商科来讲的话啊 就是什么闪到腰啊 什么扭到脚那种的 据说人尿是热热的喝 一喝就好啊 但是要他立刻就好 这个人必须不能喝升冷啊 就不能喝到冷水 那就是说那个商科的东西就是说 我觉得 因为闪到腰这个事情 让你感觉到有点 就是你闪到腰的人 你可以吃一些 正午子晶丹加土鳖虫啊 然后搭配生气玩家度重啊 什么这样吃着吃的 可是那也是慢慢好 可是人尿是一喝就好 那像中国人那种什么 产后失血晕倒那种 那产后昏迷的也是 人尿一喝就好 就醒过来 所以就是人自卑的东西 那就药效就高过啊 一切一切动物了啊 所以我就想说就想到这个 所以这个中国人觉得健康之本是调阴阳 是不是 这是人自卑的药啊 这个实在是 这是比动物好用啊 那这个 所以这个人尿 我觉得同学如果是喜香 就是 当然我根本就不会喜欢用这个药 对不对 就是吃了白通汤还格据 那没办法了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在商科来讲 人尿超过很多其他的药的药效 这点我们要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然后呢 我们在下课以前呢 要跟同学分一下这个 少阴病的这个下例的几个主症框 我觉得至少这个部分我们要讲清楚 这样子不要搞混 就是少阴病最标准的少阴症病 其实是四泥汤 就像我从前在教真五汤的时候 一直在讲少阴病 可能就带给同学一个错误的印象 就是好像少阴病的最主族的方式是真五汤 其实那不对 少阴病最主族的方式是四泥汤 因为它是直接温温圣阳的一个方式 然后药效就比较持久 真五汤是治少阴水毒的方式 那么首先四泥汤的下例很简单嘛 命门没有火就下例轻骨 对不对 这我们都知道了 然后呢 真五汤啊 它是水毒的下例 那水毒的下例 我们看后面真五汤那条它写什么呀 腹痛小便不利 四肢沉重疼痛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蛮好的辨证点 就是说真五汤的症的人 他一定关系到这个人的避尿的肾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小便是特别的白茫茫 或者是他尿尿的时候觉得好像阴部很顿 就是我到底尿完没啊 不用看了都感觉不出来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整个阴部都麻木掉了 那有这个小便不利的主症可以抓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用真五汤了 因为其他几个汤啊 除了朱灵汤之外 就没有什么特别小便不利的问题了 那朱灵汤很好分 所以不用紧张 那这个 然后呢 另外一点就是真五汤的 少阴病其他几个方子都不太有咳嗽 可是真五汤的那个 真五汤症因为水代谢不掉 对不起我不能这样讲 四溺汤症有咳嗽 我不能只能说 就是我刚刚讲到是说 少阴症咳嗽是废积水嘛 那这个废积水啊 真五汤可能有 另外一个就是少阴篇的 这个倒数的这个 第二条 因为这个第二条啊 历代住家简直是住到 人都要疯掉 他有说如果上浇有不干净的东西 你可以用吐法 可是如果是上浇有寒饮的话 有冷的寒饮的话 那就千万不可以吐 要用四溺汤 那就很多住家听到以后都呆掉 用刮地伞对不对 那说上浇有寒饮 为什么不能吐 那个上浇有寒饮 这个东西指的是什么 是废积水 星胞积液 乐磨积水 这个东西都是要温补胜阳 让人体自己的那个 水代谢机能回来了 才能够退得掉的 那个你不可以用任何药去抽他的啊 星胞积液乱用药去退的话 那人会死掉的啊 就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当然小便不利啊 这个积水的问题 咳嗽的话可能关心到丝尼 可能关心到真五啊 那丝尼 如果是治咳嗽 那桂林每上一篇是用丝尼伞啊 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这个病的调调 那如果你说啊 只用这个小便跟咳嗽的感觉 我还是不敢断定是用真五 用真五汤的话 那真五汤的这个拉肚子 他以病激来讲 就是因为这个人的水代谢不了 他的肠子抽不动水 所以肠子一直是湿的 所以这个东西跟四溺的那个命门没有火的 不能消化食物的加力就不同种 对不对 跟白通汤的那个阴寒一团堆在这边散不掉 那个也不一样 对不对 真五汤是避尿的肾虚的 水抽不掉 所以肠子里面一直在那边有水的状态 那真五汤还有一个好的变证点 就是在平常我们太阳病 什么发了汗之后继续发烧 那个时候不会出现那个变证点 可是在少阴病会出现 就是真五汤那个四肢沉重疼痛 你知道这个变证点 不但是真五汤下力的时候用的变证点 也是真五汤跟父子汤的变证差别 父子汤是骨节痛为主 真五汤的那个痛感是温吞吞不太明显 但是特别就觉得手重脚重 所以你要变真五汤跟父子汤就是 父子汤的那个骨节痛是比较刺痛 比较像麻黄汤症那个痛 但是也就是说那个父子汤的痛是关系到风湿的那种感觉的 而真五汤的痛是水毒来的 所以就是整个人就是觉得手脚重的那种痛 就是不是很痛但是重 所以沉重为主跟骨节刺痛为主 那这个能够分得出来 那四腻汤跟白痛汤呢 手脚冷为主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分的话 这个比较是属于少阴的偏冷症的 四腻、鲜五、白通 这三个这个 大家就可以分得出来了 那白通是什么 是没有卖嘛 是不是 那如果你要说白通汤的话 葱白是又腥又滑的东西 腥滑是行气药 所以你如果要说白通汤是什么东西 你也可以说是循环障碍 就这个人心肾的力道都不够的时候 他的那个体内的那个很多血液都已经到不了该去的地方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觉得阴时 你换一个西医的讲法就是循环障碍 那这个 那这一类的循环障碍的东西 如果 我看 就是四腻汤还有别的条文是说 少阴病如果卖橙下去是四腻汤 所以卖橙下立青骨是四腻汤 水泻跟没有卖是白通汤 那 白通汤 有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些参考的点 就是 一个人他在下立无脉的这个时候 如果他的脸啊开始浮肿 那是白通汤 就脸又浮肿是白通汤 那么 或者是 这个人是四腻汤症的下立青骨 可是他特别头痛 那有头痛的话你就要用到通麦四腻汤 或者白通汤把那个阳气拉回去 就是四腻汤症加头痛 再把它阳气去上脱的 那时候也是要用葱白的 那真五汤的话 小便不利肚子痛跟手脚沉重的痛 这样子来分 那如果不属于这个寒症的拉肚子的话呢 那阴虚的下立的话 我想 猪鸟汤 跟猪肤汤 要分一分啊 那猪鸟汤的那个下立是痛的不得了的 有出血的 那猪肤汤是 整个人是发干的啊 他那个全身发干发燥 然后还在拉肚子 下脚又不够暖啊 那这种阴虚的时候 你光是用腹脂不行啊 就是一定要有胆固醇 这个圣阳才命门火才点得起来啊 所以父子好像是点那个火 可是你胆固醇是汽油啊 没有油给它烧 这命门火不能持续的 那至于说 下立下到下焦虚到尾驴不顾了 然后变成长磨脱落而出血的 那个是桃花汤啊 那我们之后的课还会教一个少阴猪灵汤啊 那猪灵汤是水热护结 那它的病比较是三焦之 三焦的水啊跟热血结在一起不通 那这样子几个层次的下立啊 我们对少阴病有一个认识的时候呢 那我想会比较好一点 我想你看张宗景 我们虽然说他三阴病糊在一起 对不对 可是一个少阴病 该有的层次都还是有的啊 那至于你如果说少阴病 麻腹心麻腹肝跟真五汤呢 其实那一个系列的主阵都比较挂到小便不立为主了 就是跟比较不到下立这边了啊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少阴病一个一个方子的层次 大概有个感觉 那剩下的这个通麦斯尼猪灵汤这些 我们就对不起啊 只好下次见面的时候再来讲了 那还有没有什么漏讲呢 那定居学啊跟昨天的课比起来我有什么漏的吗 好 因为好一阵子不见了 唯空有漏啊 有漏了人的阴阵的方子吃错了 家里面会出死人的啊 所以就是大家 我就觉得这是 我觉得少阴病的整个治法 整个思考原则啊 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那因为我们人一定会死 对不对 我们都有机会看我们家人死 对不对 那大家在家里要死人的时候啊 这些东西都会经过一次啊 所以就是知道一下